你看到呢 哎呀 行我知道了 知道了 不说了 我懂了 你赶紧上去看孩子吧 啥 啥 我不开下去 就得抢的 你赶紧上去看孩子吧 哎呀 这些事我都不敢说 也不敢跟我婆婆说 跟我婆婆说 我婆婆又得骂我 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何小雪 我现在要去取我的卡 因为昨天 孩子睡着了吧 以后 然后十点多钟吧 我想着 我还有很多东西 没有去买嘛 所以我就去小食品店里 买了一些这个 小食品什么的 买完以后呢 就十点半左右了吧 十点半 我就去这个冰淇淋店 买了冰淇淋 我带出来了两张卡 发现一张卡不见了 应该是落在这个 小食品店了 当时我也没带手机 所以 我想明天早上再打电话问吧 刚才呢 我收到一条短信 这条短信呢 是我的卡 在那个店里 刷了大概150多块钱 我一看我就惊呆了 我又没在那个店里 我的卡怎么被刷了呢 我就立马打电话给那个 那个店 一开始嘛他没听懂我说什么意思 然后 后来我又着急 我一着急 然后我也表达不清楚 后来他好像就听懂了 说啊 是不小心刷的 不好意思马上给取消 然后刚才我又收到一条短信 说已经被取消了 我现在呢就要去店里把卡 卡拿过来 我觉得这个说一运傻三年 真的是很正确的哈 这件事呢 我也没敢告诉我婆婆 我给我刚才给我 给我老公说 他都生气了 跟我婆婆说 我婆婆肯定也得凶我 算了就这样吧 我现在先去把卡拿回来 我婆婆现在还在家看着孩子 赶紧把卡拿回来之后 赶紧就回家 现在我要去取卡了 卡拿回来了 韩国的这个卡呢 它是没有密码的 谁想刷谁刷 但是呢 被盗刷的几率很小很小的 因为就是你在哪个店里刷的 他们都有记录 那如果要是被盗刷的话 警察就会直接去找找到这个人 那可能应该是也是有被盗刷的 但是我的卡丢了好多次 这是第一次被盗刷 没有密码呢 谁想刷就刷呗 是吧 就是而且签字也是随便划了两下 就能就能刷 我婆婆买了一个裤子 她说我那个裤子好看 谢谢 卡又忘拿了 还有是卖淡淡面的 要不然买点进去买点尝尝 来买淡淡面 哎呀 要不然这样的话最麻烦了 要不然这卡我就又忘了 刚才打电话 给我婆婆还有大妹子 她们说她们说不吃不喜欢吃面条 喜欢吃米饭 说只买我自己的就行了 我想只买我自己的也不行啊 我就买了几个蒸饺 然后买了点这个鸡肉 又点了一个饺子 看他们做淡淡面的 我可以吃过来 你吃了很多 好了 我这个你吃了 还得吃了 除了 最后很多 吃了 因为 快点 所以 我们现在已经买完了这个蛋蛋面 要回家吃了 这个蛋蛋面卖的太贵了 你知道这一碗多少钱不 你咋知道 10500 加了个鸡蛋 半个鸡蛋 6块钱 一碗面 66块钱 这个饺子 15块钱三个 这韩国消费太高了 这个在中国我估计 这么一些下来也就是 四五十块钱 我们家安安安饿了 吃饭之前先给安安冲奶粉 有了孩子就这样 自己再饿也得先让孩子吃饱 然后自己才能吃饭 好了 啥叫他肚子饿就就重要了 我肚子饿就不重要了呗 我也是人啊 我也会肚子饿呀 在我们家吃饭吧 挺难 买少了吧 不够吃 买多了吧 我一个人又吃不了 我现在你看 我买了这么些东西 就我自己吃 我帮你来吃点不 爸爸现在让我吃饭 都不吃一家人 就我自己个人吃 如果这么些我能吃得了吗 我还是醉了 吃饭呢 嗯 你过来吃点吧 去去去去 我没说 我说我说你了 又没说安安 嗯 嗯 不过来 爸爸和我一起玩 傻丫 吃饭了 有点辣我这是买的 哎呀好辣呀 这是麻辣烫味的蛋蛋面 你尝尝 我尝尝一下 你拿个盘子不行吗 在这 你去拿个盘子去 辣不辣 是不是有点辣 干啥呢 你晃悠回来晃悠回去 盘子呢 啊 这个都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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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你洗个子努力还不错 随便 随便 真是让我捉急啊 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叫什么包啊 小 小龙包 不是不是不是 叫 叫水晶蒸饺 但是它这个水晶蒸饺 水晶蒸饺里边一边都是虾肉的 那那个水晶蒸饺有点不大对劲 小龙包 嗯 好吃呀 对 这边没有卖的 嗯 回来去中国的时候咱们吃吧 小龙包南京小龙包有名啊 南京灌烫小龙包 我怎么记得是南京小龙包呢 南京小龙包 来了香港也不能干 嗯 对 都有 每个地方都有 我跟我回来 让他吃点饭 他说 吃不下了 刚才在外边吃完了 啊 啊 啊 臭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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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在 啊 原来 ỹ 哦 那 呃 我娘啊 秋牛 啥子呀 加加工 爷爷去洗澡了 拜拜 给爷爷拜拜 拜拜 哈拉伯姐 拜拜 哈拉伯姐再见 看安高兴的 老板 你都吃了吧 你都吃了行吗 还不饿 饱了 我也吃不了了 还剩这些 吃了我肚子都圆了 买少了不够吃 买多了又吃不了了 你是不是个傻子 你是不是个傻子 来了个傻子嘛 这傻 是不是 是安安 对 你开始安安说对 不要浪费 坐下继续吃 有点辣 我也很饱了 早上起床吃饭 一会儿一个小时 不是半个小时以后吃了饭 还有一两个小时以后吃这个 你觉得我不成了 这脸上湿疹用的啥了 昨天晚上没给他抹药 人家医生说抹药不好 经常抹药不好 哎呀 刚才我要把这个扔的 然后 我爸说 不要扔他吃吃 多么好的品质 从来不浪费东西 撑破肚子也不带浪费的 你这个这么好的品质跟谁学的 我自己吸得的 自己吸得的 语言是属于吸得 习惯那样的那样抽屉 不对 语言叫吸得 哎呀 哎呀 咋不听我说呢 咋不听我说呢 你能不能不不跟我呢呀 你能不能不跟我想想 不跟不跟我不学我说话 你别跟我说的一模一样 你能不能不学我说话 你能不能不学我的说话 啊 学吧 嗯 你有本人你学呀 那我不是クÓ 啊 哈哈哈 那是什么 我说的是那个 那个什么 什么很远古的语言 你说有那个外星语 你学吧 啊 说的啥玩意儿 语言是人们的约定俗称 你那个没有跟人约定俗称 所以你那不叫语言 刚才你说的也是一样 又不是你跟我学呀 又不是你跟我学呀 学呀 是社会规定的 一种符号 一种符号 交流的符号 一种交流的符号 所以你刚才你说不是语言 那是啥 那是啥 外血 你自己在这 自己在这玩呢 我下去喝点雪碧去 起来有点腻了